举例来说,当我们今天一部影片 大家应该有印象哦 就是,例如说,我这边介绍如何上传影片到YouTube 有些人这边关键字,他会打一大堆奇奇怪怪的 举例来说,现在假设影片什么Starship 很流行,他就直接在这边去打Starship 他如果现在很流行什么007的电影,他这边就打007 就是方便让别人在输入007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部影片 可是这部影片真的跟007是无关的 真的有人这样做 再来,我看到有些人,他会把这个名称变得比较聪动 举例来说,举例哦 例如说,林志玲也在看如何上传影片到YouTube 听得懂我的意思 就是说,他用一些比较特殊知名的名人好像来去帮你做代言 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好的一个行为 因为他并没有同意做这件事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名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 当然再来,有些人他会去买广告 我有看过,有些人为了创造自己的品牌 所以他去打广告 像那个Google公司的AdSense 他有付费版 就是说,他就帮你到很多地方打广告 因为当我们今天去看有些人的影片的时候 是不是会看到一些广告 就是正因为看到这些广告 所以他也花钱去买这个AdSense 再来,还有 真的有些人他为了要有那个浏览量 干脆他做一些很特殊的行为 举例来说,买了一台iPhoneX 直接把iPhoneX摔到地上 然后同时创造出来几十亿的一个浏览量 因为我说浏览量会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会跟就是Google公司给我们的广告的那个广告费是有关的 所以真的有人他就会去拍一些比较特殊的影片 也许你会觉得说他好浪费钱 你觉得他在浪费钱还是赚钱? 赚钱嘛 再来我还要再告诉你们这个部分 业配文是很重要的 有听过业配文吗? 不是业欠文 不是业欠文小姐 是业配文 业是事业的业 配是配合的配 文,文章的文 简单说 就是透过写手 我们写 就是写这一段话的人 我们有一个就是叫写手 就像你们现在拿什么YouTube 我觉得那根本就不是在看新闻 根本就在看那个业配文 里面就是就是会有很多的广告 只是他把它做成有点像新闻的方式 那相对的我们的影片 你也可以透过也许像 请部落客帮你写文章 这都是要花钱的 还有业配文的方式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让我们的影片有更多的人来去观看到 所以我刚刚介绍了这些方式 仅供大家参考 就是后面这些 这都是你们大家听听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最扎实的 这个我比较推荐的就是 呃第一个你每一周或是每两三天 一定要生产出一部影片 再来影片的内容一定要是优质的 一定要是优质的 而不应该是就是划众取宠 然后再来那您如何跟这个订阅的人培养关系 培养比较好的关系呢 举例来说 这些你有没有看到 他就会跟我讲说什么 现在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像例如说 这个人他看了这部影片说 太谢谢了 我妈妈也可以看乐剧了 然后接下来他会说 我这一个影片里面 他说不是学那个样本 不是学样式 而是要去学网易 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说 那请问如何进行不规则影片的裁写什么什么 之类的 就是这些人他会留言 留言你都尽可能尽快去回复他 回复他 这都是可以跟我们的那个订阅 订阅者之间建立比较好的互动 好 当然 再来就是结合我后面交的LINE行销了 LINE行销 因为您就是要想办法 增加自己的影片费 更多的市民 更多的网友 或者是大陆 大陆人称这些人叫做小伙伴 就是这个频道嘛 我是不是会有很多人来订阅 所以他就把他们叫做小伙伴 好 这些小伙伴怎么样去建立良好的互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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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